9月8号,四川卢定6.8级地震发生已超72小时 镇中墨西镇是一片热火的生活途径 截至当日80,此次地震已造成82人死亡 其中甘孜州卢定县46人,雅安市石棉县36人 另有35人失联,270余人受伤 对身处镇中的人们来说,生活依然继续 走在墨西镇街头,随处可见村民支起炉灶烹制大锅饭 也有不少店铺已经恢复营业 在几家饭店门口都写着免费用餐,免费供应救援人员 临近饭店,墨西镇吹烟鸟鸟,餐食供应点开始烹饪饭菜 地震发生后,村民周围在房屋被评估可以使用后 就组织周围乡亲拿出自家食材搭建起临时免费餐食供应点 为周围居民、救援人员、志愿者等免费提供餐食 除了免费餐食外,水电恢复后,也有当地经营者为救援队伍提供了一个洗热水澡的简易修整地 何勇军的酒店在京平湖可以使用后 何勇军就拿出酒店的24个房间免费接待救援队伍 在墨西镇最大的安置点,甘兹职业学院操场上 仍有村民不停被转运过来 刚上大学的吴怡家住墨西镇龙霸围村 地震发生后,他就来安置点做起志愿者 引导转移群众到安置点帐篷,帮他们提行李,抛方便面 看到家乡受灾,吴怡和受灾民众的心情一样沉重 主要就是在操场上捡捡垃圾,然后颁发一下物资 然后今天又搭帐篷一些,然后带你去帐篷接送东西那种 作为本地人,也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嘛 就想为舍尽一些绵薄机密 我看见这些叔叔阿姨刚刚到来的时候 情绪都有些波动,用家乡话对他们进行摇签那些 以抚慰对他们的那种心情 虽然正在受灾,但好在安置点的居住条件在逐渐改善 镇上也于7号为受灾的民众,滞留的游客开通了应急搬线 镇中的生活正在慢慢好转 民众不约而同的同心协力,也抚慰着受灾后的疤痕 在安置点内的亲亲儿童乐园里 墙上贴着小朋友们天马行空的斑斓画作 在他们稚嫩的脸庞上,似乎就能看到满满的希望